当初慈禧太后愿意听惊喜 这李莲英在北京城划了好绝 送到宫里边请慈禧太后听 看完了慈禧太后 又给黄马褂又给写字 就赐了她个福字 福气的福 结果慈禧太后比悟了 为什么呢 福气的福边上是什么呢 是个柿子旁 结果慈禧太后一下多写一点 变成个衣补旁 这不丢人了吗 旁边看了是这 谁也不敢吱声啊 慈禧也发现了 这场面很尴尬 你老佛爷写错字多丢人呢 李莲英哭通跪下来 哎呀 老佛爷对你可太好了 他给你的福气啊 比别人多那么一点啊 你看 非常机灵 把这尴尬场面就化解了 就慈禧后来离不开李莲英什么 你想慈禧独居深宫 权力那么大 高出不胜寒 他也孤独 他也需要一个说话的伴 而李莲英投其所好 慈禧就离不开他 他也将记得了 他也将贩离不开头 是否则 我们都是有访问的